有民眾撿到一盒中抽月餅 送到派出所 但一打開 裡面一斤爬滿了螞蟻 讓園景也傻了 長螞蟻了 月餅已經被螞蟻大軍入侵 只有等到施主來領回 月餅怕是早就被吃光了 而且就算有也不能吃了 但按照規定 石得物不能亂丟 這可就讓園景頭大了 民眾食貨石得物的話 我們會把它放進我們的櫃子 做一個保管 因為按照民法規定 民眾撿到五百元以上的財物 需要公告半年 如果沒人領才會交給石得人 但如果金額在五百元以下 還是得公告15天 但碰到保存席校短的食物 還沒等15天 不是壞了就是長蟲了 這次只有台南民眾撿到月餅 不但品牌不明 價格查不到 就連包裝上的日期也都沒有 如果依民法規定 針對易腐壞的物品 不過它沒有超過保存期限的話 我們依程序由機關擬定底價 然後我們會公告來拍賣 或者我們進以市價來變賣 然後並保管變賣之後的價金 為了避免爭議 撿到食物類的 警方會先告知撿到的民眾 如果食物過期或腐敗後 沒有人來認領就會協助銷毀 TVBS新聞 郭友昌牛旋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